兩大報紙 頭版頭 Net又刊登廣告 不過這回卻是道歉啟示 因為基隆東岸廣場爭議 延燒超過一個月 對於造成社會紛擾 Net要向基隆相親和台灣人道歉 這段期間其實造成相當多的紛擾 那董長看到其實在社會上面 其實有很多正反的意見 所以他是希望看單報紙 來向我們的基隆相親跟權力國人 對這件事情來做一個致歉 Net公開道歉 基隆市政府發言人余志銘 則透過文字回應說 感謝Net願意向社會大眾清楚說明 這段時間以來因其而起的社會誤解 將近代法院判決 相信司法將還給是否公道 不過身為基隆人的律師林志群 則在臉書PO文 還拿出Net和維封投標條件 兩者一筆發現是否好的條件不要 卻要維封嘲諷市長謝國良 愛情的力量真偉大 林又昌指控我吸毒 請你親自的跟我道歉 我給你24小時的時間 至於基隆市長謝國良23號 還對內政部長林又昌下通牒 限24小時道歉否則要提告 但之後卻無效無息 不少網友又灌爆謝國良臉書洗版狂問 已經過48小時了到底要告了沒 我是有一點苦笑 從來沒這麼紅 我大概這一輩子從來沒有在台灣這麼紅過 基隆的這個東岸商場 東岸停車場 它是屬於基隆市全體市民的 基隆市長謝國良上直播節目 強調市府立場 基隆東岸廣勃不斷 已經從民事糾紛燒成政治戰場 這個部分先來請教一下玉慧姐 這個基隆市長他現在還苦笑的出來 他說他們真的沒有這麼紅過 確實啦 這幾天 這個全台灣都在討論這個基隆 有關於東岸商場的產權問題 我們看到的是 基隆市民有發現 這個基隆市政府這是怎麼樣大手筆 這一面 這一面看板 這不賢 這看起來蠻大的 上面要告訴大家 他們微風給年租金 是給4855萬 媒體通路也會回饋市府1920萬 所以加起來會有6775萬 底下其實這一行才是謝國良的重點 不是民進黨政國會指控的 僅僅1500萬 這真的整個開戰了 基隆市政府大動作 那另外呢 今天我們也看到 Net的部分是在兩大報的頭版頭 都刊登這個道歉的啟示 說公司跟基隆市政府的民事糾紛 你應該招由司法來判定 沒有想到造成社會的紛擾 要向基隆商親來道歉 要向台灣人民道歉 Net會造成紛擾 跟大家來道歉 那基隆市政府的態度是這樣 其實兩邊處理事情完全不一樣 來 玉慧姐 Net當然是高級酸啦 結果沒想到這個高級酸 遇到了這個基隆市政府的發言人 完全看不懂 還自己跳進去 來丟臉 可是我在這邊 還是要非常嚴肅的 告訴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謝國良沒有吸毒 千萬不要說謝國良吸毒 真的沒有吸毒 再不然一個市長 怎麼會開一個記者會 告訴我們大家說 他沒有吸毒 所以我在這邊 我就聽了謝國良市長的話 他沒有吸毒 那以後呢 我相信我們大家 接下來如果有放假的時間 我們去基隆的時候 一定要跟我們基隆的好朋友說 他們的市長沒有吸毒 特別強調賣狗灰 他希望我們大家都告訴他們 我們以後只要談到這個事情 我們都應該要強調 他沒有吸毒 好 再回到這個事情 老實講 我覺得這是很簡單的一個ABC 就算是我們今天台灣人 很可能我去租人家房子 人家來租我房子 那現在怎麼樣 我跟我的房客混 我跟我的房東 我們只要這個一言不合 我們就開打 看誰拳頭大 拳頭大的人就能夠 佔贏這個房子 是這個意思嗎 如果不是這個意思的話 你看金融市政府 跟Net跟大日 不是這個樣子嗎 明明那個房子 二到四樓不是你的 你現在有的產權 是一樓跟地下室 那你說你要從一樓 去撿那個門鎖 但是你戴的是 後面那家廠商的樓館跟保全 你不覺得就像我剛剛講的嗎 好 我房東看你這個房客不順 這個不順眼 我就去壞你的房索 我就把你的所有東西 打包丟出去 金融市政府是不是要告訴我這個事情 我比較大寒我就可以這樣嗎 我們以後在台灣所有租房子 我們就是用這種鐵拳主義 誰的拳頭大 那誰就能夠佔房子 是這個意思嗎 第二個是 兩兆 一個是政府 一個不管是大日也好 或者是Net也好 是民間公司 今天是民間投資或民間促餐 政府你跟人家簽約 今天如果有任何一點 你把合約掏出來嘛 到目前為止 我們有看到這幾本的合約嗎 其實你如果站得住 你就去法院講嘛 讓法院來判啊 好 那現在其實已經在 某部分已經在法院 你就拿合約來把我們打死 告訴我們說 合約就是後面這個廠商 我覺得這微風也是被他扯的 真的是很辛苦啦 後面這個廠商 當時他在這個標案評選的時候 表現實在太讚了太好了 公家會爬天會爭地 所以所有的評審都要給他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合約攤出來 如何是後面這家廠商 比前面這家廠商好 你用合約 幾本合約 可以叫我們大家閉嘴 這不是很簡單的事嗎 那你一個政府跟民間 以後誰要相信政府 跟政府投資 今天只要建一個市長 他說他沒吸毒 然後就可以這樣幹嘛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最基本的事情 好 接下來我要問的是 我們剛剛講到標案 是 這是今天的新頭殼 對 那新頭殼說 基隆東岸停車場 博愛停車場 兩標案九個審查委員 竟然是同一批人 就是說這兩個案子高度雷同 審查委員高度雷同 我是不懂啊 這個到底是不是 因為我看到前幾天的新聞是 這是基隆東岸商場的幾位評審 是 上面是內部評審 就基隆市政府內部的評審 有交通處 有都發局 有產發處 有文化局 有環保處 我覺得這合理 但是你還缺一個 因為這是一個OT或ROT的案子 為什麼沒有財政局 對不對 這是投資嘛 民間促餐投資 那財政局你為什麼不在裡面 他當天是有事沒去嗎 那這個是一個商場跟停車場 促餐的案子 你應該要有經營 交通跟都寄方面 從這一些的專家的領域裡面 去撈評審 不是才對嗎 因為這樣我們看這個標案的時候 才看得準 結果你看到這些評審 這是基隆東岸廣場 六位外部評審 有四位都是海大的河海工程系 河海工程系是負責交經營嗎 是負責交交通運輸嗎 是負責交這個都市計劃嗎 不是吧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叫繳文 為什麼一個停車場上面的商場 他的評審是這個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博愛停車場 也是同樣 你簽給人家三十年 評審也一樣 一樣一座人 這些人沒有交通運輸 沒有都寄 甚至於沒有建築的一些背景 為什麼 就是你 謝國良除了你沒有吸毒以外 這點我知道了 那你應該講給我們聽的 不是你整天看一個廣告 然後在那邊講說你怎麼樣怎麼樣 好 我再來給各位 他看那個廣告 說有個1920 我們先1920等一下再談 這個是第一部分 這個部分是OT 大日跟這個NET 他們一年大概讓金融市政府 可以收入5050萬 大概就是固定權利金4070 再加上土地租金 這是在過去的合約 就是5加3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未來的微風的合約 也就是現在準備開始 他的固定權利金是只有1500 再加上土地租金是1155 那這個部分他用變動算 變動是這個商場的營業額 要一年有12億的時候 才會有變動 那變動這部分他算出來是2200 所以他加進來 有這2200 好 就算給你加完以後 4850多萬 用同樣的條件 假設 假設我們用同樣的條件 讓這個原來的NET 他如果說得標 他這個商場也能夠創造一年12億的話 他可以拿到3100萬 所以為什麼 你當時是基於什麼樣的條件 如果設定說他這個商場 可以營業12億一年的話 你為什麼設定是要給微風 這也是你應該講給我們聽的嘛 第四個我要講那個1920 1920到現在 他到底是什麼錢 媒體權利金 媒體回饋 標案回饋 到底是什麼 我們完全不知道 還有說什麼提升服務品質的 那為什麼人這樣說 提升服務品質 或者是標案回饋的話 這個應該是在標案當中 也就是那個20年的標案 所以20年的標案 應該是1920除以20 而不是這個一年1920 那再加上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所有的標案當中 你講什麼什麼什麼回饋 那個都不記入主要的那個標案金額當中 那個是要讓評審知道說 我原來還可以提供這些小菜 我是可以幫忙的 那這些是不記入標案的價值 這是一個回饋服務 所以才叫回饋嘛 那你作為一個市長 除了你讓我們知道 你沒有吸毒以外 那為什麼這些市政裡面的事情 你都不懂呢 你卻懂得去勾這些的評審 這些的評審 如果你是用這個電腦撈出來的話 不會是我剛才跟各位介紹的這些評審 這些評審 絕對是你市長親自勾選的 為什麼 今天早上其實這個新聞是燒滿大 為什麼兩個案子這個評審同一倍人 可是截至中午之前 基隆市政府是還沒有人出來回應這件事情 如果稍後有的話 維園這邊也可以來補充 當然其實有關於這東岸產權 細節非常多 因為慧姐剛才幫我們補充很多 可是你要知道 其實觀眾朋友最最單純的印象就是說 這種產權的問題 這該不是藍綠 這跟民進黨政國會有關係嗎 你為什麼一直把它倒上藍綠 你如果站得住腳 你到法院講嘛 你跟Net就去告官司啊 這個連媒體人黃志賢 這已經是非常青藍的媒體人了 他也說他看到這個事件 他覺得很荒謬 他說這事件這樣是 明初軍閥強奪民產的既視感 維園連黃志賢都用這樣來形容 他說難道這種事只有藍綠沒有是非嗎 真的要這樣出力 我覺得基隆市政府這件事情 老實在我沒有那麼建議 謝國強在繼續在第一時間回應這事情 首先他現在一直在爭議 不管是微風進駐的這個 所謂權力進的問題 以及過去Net權力進的問題 像民進黨把這兩個人放來比較 老實講 並不能這樣比較 為什麼 因為Net 以及他下面所原本簽約的搭約公司 是因為他的其他官司的問題 造成他合約不能續約 所以重慶招標之後 Net他也 他好像沒有招標 還是沒有進來投標 還是沒有決選之類的 反正他沒有得標 最後得標叫做微風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比較微風的 他的這個金額 到底跟其他常常比 應該是拿後面這一批整個招標的人 他的到底是不是最優惠 或者是最好的這樣一個利益的一個結果 那當然我們當然現在還是會覺得 因為謝國良在一操作之下 變成說謝國良強硬的把Net 趕出了二到四樓之後 大家就會以為是說 乞丐趕妙公號 然後大家就 那你剛剛就阿拔了 對 就會變成 大家會被這樣操作之下 就以為是微風來取代Net 那其實他們中間 還是有個法律關係的不一樣 那另外就是謝國良登這廣告 我覺得政府 當然可以好好去說明你的政策 跟適不適合 其實這一次媒體這麼關注底下 不管藍營或綠營媒體 都那麼關注的情況之下 機動室政府 不管你的發言人 或你的這個 所謂新聞處等的體系 好好的把這件事情開個記者會 或謝國良 當然第一次出來他開記者會 一次把事情講完之後 那剩下司法歸司法 然後他覺得這個強硬的 把他趕出去 覺得機動室政府 真的有做不妥當的地方 那現在機動室政府沒有特別講 我不確定他們自己認為 這件事情到什麼樣 但好好把他做一個交代之後 就讓他把法律官司走完 現在反而進行到一個政治工法 你變有理說不清 包含Net今天講的這個廣告 這個道歉看燈 當然在酸嘛 酸基隆室政府 對啊 發言人還是要 發言人看不到嗎 不是就是 我相信 我不認為他們看不懂 我覺得他故意這 也可能是順著這個意 然後再酸回去這樣子 或是去操作另外一個 所謂的一個資訊的一個認知 我也不清楚 但就是我自己看會覺得發言人這樣回 有一點點奇怪 難道不覺得他們在酸嗎 所以人家會覺得格局差很多 對 所以最後還是要回到這幾個事的根本 然後包含黃志賢講的 原本的這樣不管是OT或ROT 他就是一個移轉 那移轉按照合約精神 就是一定會回到基隆室政府身上 不是回到謝國良身上 而是在中立的基隆室政府身上 好好把法律關係 釐清楚之後 這個案子就這樣子 就這樣結束了 你現在被人家講 好像民粗的軍閥 對 被這樣講 對謝國良的形象 跟他整個基隆室政府這一次 我認為在法律上 謝國良的基隆室政府 站住腳了 但因為他做這個事情 毀損到他的形象 對他來說 我不認為是一個加分的舉動 我覺得個人形象真的是重傷 廷衛你有看過 這個市政府這樣大動作 看這樣的廣告 指名道姓 那不是民進黨 政國會指控的什麼什麼 你通通都倒向藍綠對決 這樣真的比較佔上風嗎 其實我跟你講 每個台的節目 已經討論很多天 那從法律行為 各個面向討論的 你覺得基隆室政府 有想要回應嗎 有要針對這些細節 他說要澄清假訊息 其實都沒有 所以看廣告 其實我們評論這麼久 看了這麼多政治人物 我說真的 基隆室政府跟謝國良 真的就是脫序演出 完完全全的脫序 他就算委員現在這樣跟他們講 我覺得他們也聽不下去 真心的他們聽不下去 他們陷進去了啦 對 因為其實現在的民主法制 已經很久了 每一個人的生活經驗 譬如說我們不要講租房子 譬如說一個主委交接好了 每個社區都在主委交接 你都要點交得很清楚以後才交接 假設今天沒有辦法交接 就是上法院 就是在等嘛 絕對沒有辦法說 我要強制的要對方交接 那你要說為什麼大家這個印象 感覺觀感非常的差 我現在也沒有要跟謝國良討論法律了 因為他也沒有想要談 他如果要談 他只在意 他絕對沒有吸毒 一直強調這件事 所以我就覺得很脫序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都會回應這些事情 這點重點 因為人家的商場 我為大家對基隆印象 以前那裡就是一個廢墟 就是很爛 然後嗚嗚吵吵 我要甚至要進去裡面停車 要上廁所 我都是不敢的 那不管是哪一家公司 我今天不幫內特 今天都是其他家來 人家把它經營得這麼好 行銷得這麼好 蓋得這麼好 之後他才有商機 他有錢賺嘛 所以別的廠商想來 簽了約他競爭了 我不管他過程當中 他的權利金是什麼 有的沒的 因為到目前為止 基隆市政府沒有要把這個合約拿出來 所以我們討論這些也沒有用 基隆市政府就只是想 讓時間以拖代變拖過去而已 只是沒想到謝國良市長本人 一直直播 一直親自出來回應 回應到記者都覺得我傻眼 他到底在講什麼 他說他沒有這麼紅過 對 他沒有這麼紅過 他還是不知道大家在意的點是 你帶了大批人馬 而且是所謂的警察 本來要保護人民的 對 然後你親門打猴進去 還讓人家看到那個什麼 電鋸 然後你還在討論說 我們是怎麼一樓啊 地下室是什麼產權 他們怎麼違規 人家我們沒有跟你討論這個 這個一切本來就是有法律程序 你們沒有要想 然後有什麼處長啊 科長喔 一些公務人員 這樣子大批進駐以後 謝國良講了一句 讓我更覺得害怕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 他跟王毅川回應 他說你是不是要來西洋 跟我道歉 我請你吃肉肉飯 我也嚇到 基隆最有名的是肉肉飯嗎 你知道台語喔 肉肉飯有別的含義嗎 對 肉肉飯是有含義的 你知道那個台語那個社會人士在講 LOBA是什麼意思嗎 是滷肉 滷肉是辱人的手的滷肉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這句 我想要穿越小心了 所以穿穿說他很害怕 他不敢隨便去基隆 那我聽到的時候我也嚇到 因為我們在三重很多人會講這個 以前流行綁票的時候 那個台語滷肉就是叫綁票的意思 有這一層的含義 對 所以我就想說他所有的回應 都非常的脫序啊 我也是勸他不要再講話 你要嘛就請你們真正的 這個發言人也不太適合講話 他的回應 我也不知道他在吃人家豆腐還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基隆市政府沒有 現在好像沒有一個可以正常回應的 正常的管道 他們就直接刊登廣告 就直接 直接給你看 而且你批評民進黨 政國會到底是在做什麼 因為林宥昌其實 把他扯到派系去 在基隆人的內心是做得很好 改變基隆非常多的 包括這個東岸其實 其實是大家最有感 就是改變了很多 那現在謝國良一直在牽扯這些 你何不就很簡單呢 你把合約拿出來 你認為 我覺得我就是一年就收很多錢 我為什麼要換微風 微風有多好 你想給大家聽 Net就是不好 我想要換掉 你可以說出來就好 合約拿出來 那這件事情就不會 還是你想繼續紅 他其實也覺得很光榮 這種紅法也很光榮嗎 選舉都沒有這麼紅了 我告訴你 我真的從頭到尾沒有看過很多 對政治無感的年輕人 討論這件事情 結果今天 應該說這一段時間 超多人工有在討論這件事情 網路上很多說 基隆炒什麼的懶人包 這兩天很紅 超級多的 而且 我跟你說真的不關民進黨的事情 人家說罷免你什麼那些事情 通通都不關民進黨 那從你之前要選的時候 你在那邊勾勾勞什麼 現在年輕人就是想跟 謝國良要勾勞 你有沒有做到 大家都看出來 對 那現在又出現了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謝國良 如果這一任可以安全下莊 就已經很阿彌陀佛了 你盡量不要再發言 金融市政府掛刊版 他們說要來澄清假訊息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也要來澄清 這個中國漁船的假訊息 等一下回來好好來請教一下 我們來澄會委員